嗨,歡迎回來我們深入閱讀說書會 那我們剛剛在上一章節點到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叫做瓶頸 那在一個工廠的產線裡面有瓶頸 那是不是其他的就是沒有那麼重要的呢 還是是該怎麼樣做處理呢 那這個方面請莫妮卡來跟我們說明一下 所謂的瓶頸就是說它的產量可能是我們整個工廠最慢的那個單位 因為它慢嘛,那別人就要等它 所以這一個單位呢它會變成是決定我們能生產多少的關鍵點 所以它把這個單位叫做一個瓶頸 那在這邊我們就會產生幾個變化 第一個有可能是非瓶頸單位的生產要送到瓶頸單位 然後就會變成有效產出 我們就有A產品可以拿來賣錢 所以工廠的管理如果是這種單線狀的話 我們就是想辦法把瓶頸的產量擴大 那我的有效產出就會擴大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出更多的貨 趕快拿到錢 那還有一種情況是說瓶頸單位在前面 那非瓶頸單位在後面 所以同樣的道理也是一樣 想辦法把瓶頸單位的產出增加 非瓶頸單位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那我們的有效產出就會增加 然後我們就可以有很好的貨可以賣出去了 大概來講我們會有這兩種模式 可是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假設非瓶頸單位要把東西給瓶頸單位 那瓶頸因為慢 非瓶頸快 所以非瓶頸要等瓶頸 那請問它空下來的是這樣幹嘛 就會變成是一個閒置產能了 如果說我們可以把它變成這邊的樣子 那公司又可以多賺一點錢 別忘了所謂的有效產出就是 你的公廠能不能夠做的有效產出更大 就代表我可以賺更多的錢 所以如果我們的生產線可以變成這樣子的方式 就會很好 非瓶頸單位有一部分送給瓶頸 那有一部分可能給另外一個非瓶頸單位 那我就會有兩種產品可以賣 那我們當然也是要想辦法擴大瓶頸單位 那原來上面這一個非瓶頸單位 我就不會有閒置產能了 然後我又有兩個商品可以賣 但如果是這一種方式的話呢 它就比較麻煩了 因為學定權都在它 那這時候下面怎麼辦 下面可能就會變成你能不能夠它做的東西 也直接賣到變成另外一個B產品出來 所以會跟這個地方會有一點點像 但是呢如果你是第四種方式 非瓶頸單位我要送給非瓶頸跟瓶頸 那這兩個加起來以後 合併才會變成有效產出 那還是一樣回到你要想辦法擴大瓶頸單位的有效產出 這樣子我們的產量就會變得比較好 所以不管怎麼講啦 總之你就是要把瓶頸的產量變大 這樣子才是我們公司的有效產出變大 所以組合關係大概有這幾種 原來工廠的產線組合有這幾種 那剛剛的重點就是全部都在瓶頸 那讓大家消化一下 那瓶頸如何解決呢 我們下一節再來做討論